我是阿Jack,歡迎大家點贊和分享我們的頻道 Hello,大家好,我是華宇頌坡的Jack 今天和大家看看一個位於我們惠陽站大概10分鐘車程的樓盤 碧桂園成央印象 這個樓盤其實屬於一個自成一角的設計 大家會發覺進來都是這樣的 好像碧桂園一般的設計一樣 自己形成一個小區 這個樓盤有什麼賣點呢? 第一,便宜 現在整個惠州都大跌市 大塌價 去到八千多元一方 之前要萬多元一方 現在八千多元一方 第二,裝修挺漂亮 值得一看 第三,首期又是需要拿兩萬元出來就可以買到 當然這個樓盤如果大家聽到自成一角 會很擔心是不是刪卡 其實不是的 在樓盤旁邊有個大商場 吳月廣場 這個廣場比孟達更大 有KTV 有我們的戲院 海底撈都應有盡有 而大家也不需要擔心 是否要開車才去到 其實步行行幾分鐘便去到 先和大家看看 位於我們樓盤附近的一個大商場 其實在我們項目 成樣印象怎樣過來 其實不用坐車了 基本上 步行都可以走過來 如果大家不想走 我建議大家 買了之後 收樓之後 買一架電雞仔 小型綿羊仔 自己開過來 很快 其實這些電雞仔都不用考牌 看一看 對面的這些底箱 等一下和大家轉個圈 去到項目的入口位置 看一看我們樓盤周邊的環境 究竟是怎樣 適不適合生活 究竟買來自住 對不對 好嗎 讓大家看看前方 這條路進去 就去我們的壁櫃形成這張印象 其實先讓大家看看右邊 看到 樓盤的商店都開業了 一些草物屋 一些藥房 幼兒所都開了 讓大家看看左邊 其實左邊都一樣的 基本上樓盤的商店全部開了 至於 有沒有適合大家的商店 就要看自己 親自看一看 我眼見 基本上生活上 要用到的設施都有 例如我們的便利店 一些夜晚吃宵夜的燒烤店 一些剪頭髮的髮型屋 都有的 給大家看看 都有一些裝修店 一些滷水店 這條路比較窄 因為整張印象裏面 這個位置 收緊路 將來會建立一條橋 那條橋做好之後 大概距離五月廣場 400米左右的距離 來到這些位置 大家都看到 有些車行 現在都很流行 買些電雞仔開的 幾乎在國內生活 除了一定要有一部四個輪的車 兩輪都是必備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去買菜 駕駛兩個輪 比駕駛四個更方便 沿途大家看到 拍滿了車的 這邊一樣 全部的底箱 都全部開業 有不同的小區入口 不同的小區入口 這個範圍 其實已經是我們碧桂形成一張印象 現在這個樓盤收到發展商通知 正在做特價 正在賣8700元一方 其實碧桂完這個發展商 我都很久沒有去拍攝它的項目 現在再給一次機會碧桂完 看看它的產品 值不值得推介 有沒有貨 以及價錢對不值得住它的交樓標準 應該這樣反過來 交樓標準對不值得住它的價錢 好嗎 接下來跟大家看看賣的產品 好 剛才跟大家提到 現在我們惠州 尤其是大亞灣和淡水 這兩個地方 價錢已經去到7000多至8000多元一方 低處未見低 現在跟大家對比一下 究竟價錢去到這麼低的時候 有些樓盤的交樓標準 行不行 是不是很隨便 今天跟大家看看我們整張印象 一隻黃牌護形89方 它的交樓標準是怎樣 好 跟我走吧 來到這個位置 首先這兩火都是我們89方 這裏有防煙門的設計 平時關了之後 共用空間 這兩火能用 右手邊都是防煙門 後面是走火通道 這個位置 有些水井位 電井位 這邊有窗 平時打風下雨 大家可以選擇關了它 平時採光也不錯 如果天氣好 打開窗 等風透進來 這個位置就不會焗了 現在跟大家看看 究竟這個護形的設計 和裝修標準是怎樣 現在先看看門 門很少見的 木門設計 顏色比較少見 都是密碼指紋 一體化的電子鎖 進來 左邊就是我們的廚房位 進來看看 這個廚房位 一字形的設計 這邊也多了一個可用的空間 這個設計很少見 上面做了廚櫃 這邊大家看到 下面有一個應該就是消毒碗櫃的設計 這些位置可以放進微波爐 氣炸鍋 或者電飯煲也可以 這個位置 就預計大家做一個單門雪櫃 好 看看爐頭 我們的抽油煙機爐頭 都是膠標 現在比較少見的 這樣設計的爐頭 比較少見的 好 單升盤的設計 上面廚櫃做好給大家 還有不是實目 有玻璃面 這個設計很少見 還有我們這個廚房自帶一個露台 出去看看 出來一個露台 空間一定不會大 大家會看到燃氣錶 款度做在這裡 這個位置其實也預計大家 將來放洗衣機 看到電位 水位 去水位都做在這裡 這個位置 好 我們先出去 和大家看看 我們這個廚房的門 彭一聲 沒有做防緩衝設計 大家知道就行了 好 來到我們的飯廳位 地下的瓷磚 長身 白色魚膠漆 全部都是膠樓標準 這裡 因為這個戶型不是很大 所以就不建議做圓桌 做一些方桌 就可以了 去到我們的客廳 我們的客廳 是足足有3米6開間的 這邊長身 做了長版出來 這些都是膠樓標準 大家看著天花 看著天花 做得挺漂亮的 踢腳線 都做好了 好 和大家看看房間和廁所是怎樣 先來到這個位置 先看我們的廁所 進來 一個木門的設計 木門的設計 我們升盤 鏡櫃 這些看上去都是很漂亮的 設計都不錯 來到我們的座廁位 座廁位的設計 比較少見 這樣看 比較少見 後方就是我們的 剛才廚房的露台 這個窗外面就是我們廚房的露台 上面呢 我們抽氣線做好給大家 先看看林浴間 一個弧形的設計 這樣拉著門 空間就不是十分之大 大家看到的 我轉身都是剛剛好 如果我身上比較大的朋友 轉身可能會比較困難 花生都做好給大家 好 看看第一間房 我們的客房 來到客房 飄窗位置剛剛好 高度不算過高 最適合是怎樣呢 做一張床 貼在飄窗上 用飄窗 這些位置空出來 可以做一張L型的書桌 或者一字型的書桌 這裡放在衣櫃 這些位置 都可以放在收藍櫃 好 看看 我們一個加一房 這個戶型89方 嚴格來說 是二加一房 我身處於這個加一房 計一半面積 另一半是全陣送的 大家看到 交标的時候 是沒有幫大家封窗的 而且這間房間 會看到我們廚房的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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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將來買到這個戶型的朋友 這間房間 找師傅幫你封窗 封窗 好嗎 好 最後看我們主人房了 主人房的設計 沒有套餐做到 因為這個戶型只有一個廁所 看到了 後面長身 做了一些長板 其實我覺得 這些背景長 並非那麼實用 如果大家覺得沒有必要 要找師傅拆掉它 如果大家覺得OK的 沒問題的 這邊就放了大床 做到三邊下床之餘 這些位置都可以放一些衣櫃 飄窗位都做好給大家 好 出個露台看看 露台也是3米6的 這個開箱也是3米6的 這個位置 其實發展商 都預料你可以在這個位置做洗衣機 因為大家看到 電位 水位 都做好 有些隱藏了的喉管通道 都在這些位置 看看 看一看 這個看出去的view 其實是看我們整個印象 碧桂園的東西 一直都喜歡 自己自成一個 一個 自己的生活小區 說了這麼久 究竟現在買了多少錢呢 單價來講 只需要8700元一方 8700元一方 計算這套單位 可能 都是70-80萬左右 首期只需要拿2萬元出來 拿2萬元出來 如果你說不需要做低首期的 那拿多少錢出來呢 拿1.5成 拿1.5成 其餘那些全部拿去銀行上會就可以了 好 接下來跟大家看看另外一隻 業賣的產品 三房 兩廳 兩個廁所 好 現在跟大家看一看 三房 兩廳 兩位的戶型設計 105方 也是 跟大家看交流標準 究竟是怎樣 先進來 這個門鎖 我就不多介紹了 因為是一模一樣的 先看廚房 這個廚房 會發現和剛才看的89方 左右調轉了 門我都不介紹了 你會看到 這個位置 一字型的設計 升盤 廚櫃 抽油煙機 煮食爐 包括我們的攝錄碗櫃 都是交流標準 而且這個位置 多了一個好用的空間 這個比較少見一點 這個位置 預料大家做一個單門雪櫃 上面一樣有廚櫃 做給大家 有廚櫃 好 也是 同樣自打的路頭 出來看看 這個露台採光一般 但是我想比較介紹的是 看一看對面 對面 大家會看到那個入住率 去到一樓都基本上有人住 一樓、二樓、三樓 看到二樓位置已經是封了窗的狀態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將來你都可以這樣做 封了窗之後 把露台的門打了 整個廳會大了 空間會好看很多 好嗎? 我們出去看看廳 也是很傳統的樹廳設計 這個位置就是飯廳 也是 其實不建議做圓桌 做一些方桌會比較適合 來到客廳位置 我們客廳有3米8開間 3米8開間 都是地下的瓷磚 長身 白色雨膠漆 還有電視機位的長板 都是交流標準 做好給大家 當然這部冷氣就沒有 這部冷氣就沒有 好 那路頭我們最後先看 我們先看洗手間和房間 先看一看廁所 這個廁所就特別了 一整排的鏡櫃做了在這裡 上面會見到 做了六格的收納架 六格的 這個設計也是很少見的 看到聲盆位置 座廁位置 都是一個智能的馬桶 智能座廁位置 來到我們浪浴間 這個相比之下 比剛才89方空間大了一點 因為它不是橢圓設計 而是長方形設計的 我們花刷位 這裡也做好了 我們窗也做好了 其實浪浴間 有一個小小的賣點 就是這個粒嵌位 將來大家可以調整 做一個粒嵌位的收納架 放一些沐浴露、洗流水 在上面 好嗎 好 我們先看看房間 第一間房間 先看看這間房間 這間客房間 空間比較大 可以做三邊落床 以及可以做衣櫃 都是有飄窗的 如果想讓小朋友住 或者父母住 就看看需要不需要三邊落床 因為可以利用飄窗 將床移過去 這些位置空出來 可以做桌子和衣櫃 好 看看第二間房間 這間房間很明顯 大家都看到 採光是不足夠的 大家看到 跟我們廚房那邊 是看出去 對面的單位 大家看到的 這間房間 做不做睡房 都沒有所謂的 有需要才做睡房 沒有需要 我就建議 做一些收納房 或者做麻雀房 都可以的 好 先看看主人房 一進來 看到我們的套餐 先進去看看 這個升盤的設計 又有少少不同了 大家可以看到 一個碗型的設計 上面一樣 我們的鏡櫃組 還有六格的收納架 做好這些位置 一樣可以擺東西 都是一個智能的座廁 來到我們的臨浴間 這個臨浴間 比我們剛才下次的 要更加大 而且做了飄窗 大家看到也做了飄窗 都是窗和護蓝的 都做好了 好 先看看我們的房間 這間房間 主人房間的空間 跟我們看的第一間客房 感覺上差不多大 一樣做到三邊下床 做三邊下床 這些位置 前方位置 可以選擇做梳裝桌 或者電視櫃 都可以 這些位置做衣櫃 都沒有問題 兩邊都遇到大家 做一些矮身的床頭櫃 電位那些都做好了 燈掣都做在這裡 那也是 可以留意這邊 冷氣機的喉管通道 都做好了 電位做好了 好 出個露台看看 那我們的露台 都是3米8的開間 而且這個闊度 比較闊 舒服 出來露台 大家會看到 這個位置 都是預計大家 可以放一部洗耳機 大家可以看到的 我們這個方向 是南向 我們是南向 看看我們成長印象的內緣 大家可以看看內緣 已經做好了 因為我們成長印象 現在是現樓的階段 即買即住即辦房產證 有些籃球場 有些散步的通道 有些兒童的遊樂設施 都做好了 可以看看入住率 看看入住率 大概都有五成的入住率 好 說了這麼久 這個單位一樣 單價是做8700元左右 一平方 8700元左右 一平方 都是啦 首期你想做低手庫的話 只需要拿2萬元出來做首期 你不想做低手庫的話 正常首期 比1.5成就可以了 今天 介紹整張印象 這兩個戶型 就到這裏 大家有興趣 可以打我的報團熱線 93.8 9027 或者你想拿到詳盡的價單 都可以 COSEPMOS 左上我的QR Code 我阿Jack會盡快回覆大家 好不好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